但是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 即使是過年疫情依舊不打烊 今天國內新增一名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 是一名本國級的二十多歲男性 他從法國入境 指揮中心 表示個案從去年到法國就學 一月二十九號返臺之後 居家檢疫期間就出現了症狀 詳細狀況來聽聽指揮中心 發言人莊仁祥怎麼說 他在今年一月二十九號入境 後到他的住家做居家檢疫 他在二月九號的時候出現發病的症狀之後 由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 那在今天確診 那由他檢驗的資料 就是他採檢的CD值雖然是二十八 但是昨天在採檢已經到三十九 再加上他的檢驗的血清抗體 是Igm陰性 IgG陽性 所以顯示他在國外已經感染發病 至少一個月以上